我非常歡迎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朋友們來臺灣 以後我希望臺灣就是無國界記者的家了 無國界記者每一年都會評測每一個國家的新聞自由程度 臺灣今年獲得第 45 名在亞洲國家排名第一的殊榮 這可以說是臺灣政府跟社會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重視程度 無國界記者跟臺灣有多年的互動 尤其是無國界記者多次在國際上呼籲 應該給予臺灣記者同等的採訪待遇 同時讓各國了解臺灣的國際艱難處境 對這一點我們非常非常感激 這是肯定臺灣對於新聞自由的保障 也是肯定臺灣民主發展 我們非常榮幸 我有信心臺灣會成為無國界記者 在全世界最好的據點之一 臺灣有博業的公民社會 以及完善而且自由的網路環境 也有極為優秀的人才 臺灣的生活非常舒適 這一點是國際公認 我相信無國記者的進駐將有助於臺灣民眾 更進一步關注新聞自由的議題 臺灣的公民社會會是世界新聞自由運動當中 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們也期盼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 可以吸引更多國際非政府組織 來臺灣設立辦公室 強化臺灣跟國際公民社會的連結 讓臺灣在世界性的人群議題上 做出更多的貢獻 謝謝你 謝謝各位